今天就不说什么刺激的了 讲讲我弟吧 我弟也很刺激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弟弟是吧 那一般有观众听说 你是个女孩 然后你父母生了个弟弟 你们家是不是重男轻女 不是的 这是一种偏见 我们家不重男轻女 在我们家是这样 你生的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都不受重视 就是没有人有心思放在孩子身上 我们家只有生存的压力 你可以抱怨一对城市的父母说 你怎么都不关心你的孩子 他就会说 我做得好差 我都不关心我的孩子 但是你要敢抱怨我的父母说 你怎么都不关心你的孩子 他就会说怎么了 那不还活着呢吗 是不是挺好的 坐那活泥呢 也不知道从哪找的水 所以你知道在这种条件下 我跟我弟可以说是相依为命 我俩的关系 我说一个细节你们就懂了 就是小的时候 每一次走夜路的时候 我都会背着他 你知道吧 每一次 因为我小的时候觉得 鬼都是从后边来的 这就是我们的关系 就是表面上看很好 但是不敢细想 而且我那个时候 不知道从哪听说的 说这人啊 肩膀上有两盏灯 说你走夜路的时候 不能轻易回头 你回头灯灭了 鬼就会来吃你 所以我每次背着我弟 我都说弟 你看他后边有没有车啊 我弟现在怎么说呢 很健康 之前说的都是封建迷信 没想到是封建迷信 但我对我弟也很好 就是我帮他扛住了 我们家所有的社交压力 在我们家当孩子 真的社交压力非常大 你们见过那种父母吗 就是他特别爱炫耀自己的孩子 你们见过父母吗 见过是吧 就是 就是 我爸就是那种 就是他不知道为什么 他每次从小到大 在家里请朋友吃饭的时候 都要把我拉出来 表演一个节目 我今年29了 我还要在长辈的饭局上 表演节目 我只有这个时候觉得 我真的得赶紧结婚 生个孩子 然后让这个孩子 替我表演节目 这是我摆脱这件事的 唯一办法 因为真的很尴尬 你知道吗 超级尴尬 就是一般都是一些长辈 这些都喝得叔叔 大爷都喝得面红耳赤 前面有一个叔叔 还在说 我跟你说啊老李 你听说了吗 隔壁那个县长 前两天危机 让人撸了 然后我爸就说 来 大家把手里的酒放一放啊 放一放 放一放 老李县长的事放一放 下面有请杨丽 来杨丽 为大家敬杯酒 说一句话 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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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感觉这是某种咒语 你知道吧 就是 到他这样 我就没有办法了 我就只能硬着头皮站起来 然后所有人都看着我 你就感受那个氛围 你就知道 我今天不可能轻易说点什么 我不可能站起来说 各位叔叔 大爷都在酒里了啊 这种是不行的 我必须得说出来什么 不然别说对不起 我爸我都对不起 隔壁那县长 然后我一看 都是长辈嘛 我就 我就说 各位长辈啊 大家年龄都不小了 你知道吧 平时啊 少喝酒 少去朋友家喝酒 缺不缺德啊 但没关系 我觉得根本没有人听我说什么 因为我不管我说什么 都会有一个叔叔 特别适时的捧场站出来说 你看人家这个孩子啊 上过大学就是不一样 我跟你们说 凡是说过这句话的人 他一定没有上过大学 因为上过就知道 没啥不一样了 自从我说了脱口秀以后 我爸又多了一个项目 就是他最后说一个 演一个演一个 就你在上海整那个 演一个 别不敢 是不是不敢 有啥不敢的 我每次都想说 爸 我不是不敢演 我敢演 你敢听吗 这些朋友还想不想出了 你以为我这是一个 何家欢的节目吗 你这些朋友我不认识 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都是男的 我砸眼 我一上去就是 各位叔叔 大家好 我是杨丽 我觉得男的吧 所有人肯定都懵了 只有一个叔叔 还免行保持性的说 你看 上过大学 一样 所以说什么 父母和孩子是平等的 根本就是瞎扯 你知道吗 因为世界上有很多 像我爸这样的父母 但是没有一个孩子 把同学领回家 写作业写着写着说 是不是累了 把手里的笔放一放 下面有请我爸 来 我爸 给大家表演一个节目 你不是会喝酒吗 来 吹一瓶 吹一瓶 我真的 从小我就备受困扰 所以当我长大以后 有一天听说 曾经在有些地方 女人吃饭是不能上桌的时候 你知道我有多羡慕吗 我说这是哪儿啊 天堂吗 好 谢谢大家 我 � Sh software杨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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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囕� Griff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